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今天的食材就知道 今天健康要教我们做的 肯定是红通通的 你看这边有红红的番茄 红红的肥牛 这个是番茄多 所以今天应该是一个什么菜呢 番茄口味 对 酸辣番茄肥牛 其实夏天大家都特别喜欢吃一些 番茄口味的美食 因为可以刺激我们的味蕾 让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好 接下来咱们就学习制作起来 好 那咱们第一步是干嘛 应该是给这个番茄去皮 是吧 对 开个十字道 然后我们首先把这个酸辣的番茄汤底先做出来 我们把水烧开了 就可以把番茄放在里边了 把它翻个面 我们先切一下它的辅料 先把它的这个蒜泥切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烫好的番茄捞出来 那你来去皮 我来焯这个肥牛吧 对 肥牛焯一下 直接就用刚才烫过番茄的这个就可以了 焯一下这个肥牛 这个是不是烫一下就行 对 断生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肥牛呢 它里面还是血水比较多 如果不焯水的话 它会我们做的会有很多这个水沫 那么牛肉断生了以后就赶紧把它捞出来 真的耶 这个里边还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浮沫 这样的话会影响这个汤底的清澈度 而且吃起来会有一股腥味 好 这个番茄已经焯过水去过皮了 然后肥牛呢也汆烫了一下 先把它切一下 切成片状就可以了 对 反正一会儿也是要把它炒碎掉 对 一会儿把它炒烂 好 现在呢所有的食材我们都已经处理完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开始制作 好 来 热过了我们先加点油 嗯 来 先炒蒜末 爆香头 然后该炒这个番茄了是吧 没错 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如果去买番茄是吧 去挑那种比较熟一点的 熟一点的番茄炒起来会更容易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泡椒先放进去 其实这个泡椒呢 我们如果喜欢吃辣的话 可以把它切两刀 然后辣味会更足一点 哦 番茄已经几乎炒了 炒的 化掉了 对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把番茄糕加进去 看着这三个番茄炖烂的感觉 就已经酸得我口水直流了 还要再加番茄糕 这个番茄糕呢 其实把它炒透了以后啊 这个番茄糕是不酸的 这是增加它的粘稠感 和番茄的这个香味 所以它不是一个那种 就是我开始还以为 要加很多水来熬它 其实完全没有 就是番茄自己本身的一个汁水 对 我们待会只需要用一点点的开水 给它稀释一下 这也太粘稠了吧 感觉这牛肉一会儿都得跟它沾上 炒好了以后啊 我们把家里开水 给它稀释一下 稀释一下才能变成汤 现在这个汤里就快制作完成了 那么现在开始给它调味 来 放点糖 综合一下它的酸味 不然太酸了 放个三勺 三个番茄放三勺糖 对 生抽 然后来一点点胡椒粉 一勺盐 接下来我们把 刚才这个炒好水牛肉倒进来 嗯 大概煮了 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酱汁 就能挂在牛肉上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闻起来是不是很酸爽 对 非常非常浓郁 闻起来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撒点葱花 尝尝看 嗯 哇 很酸酸 但是是那种非常浓郁的酸 哎 镜头给我特写 没有看到我酸出眼 我眼睛都酸红了 但是它这个酸不是那种醋酸 就是浓郁的酸 感觉它特别的爽 而且这个肥牛啊 真的挺嫩的 因为我们是说买的那种 非常贵 非常肥牛 但是它吃起来的口感是很嫩的 这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我们在焯水的时候 我刚才也讲过了 焯断生就可以了 把它的风 其实脏东西掉 然后呢 不要焯太长的时间 因为煮时间久了 肥牛就很容易老掉 然后在汤底里面 我们大约焯个一分钟 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浓汤的一个番茄汤 如果没有加番茄糕 可能你永远无法想象自己加的番茄 即便放六个也浓郁不到这种地步啊 关系是蘸肚子 这个番茄糕呢 就是它的这个番茄的那种特殊的味道 酸味会变得更浓 而且我觉得这个酱 最后大家可以加里面进去再炒一下 也许就是一个新的菜了 好 大家赶紧尝试起来吧 做这道酸辣番茄肥牛 首先将西红柿切十字刀 开水煮熟 去皮备用 肥牛卷焯水断生 出锅 第二步是做酸辣味的番茄汤底 这也是关键步骤 锅中入油 炒香蒜末 倒数西红柿 泡椒 将番茄炒成泥 倒数番茄糕 番茄糕不同于番茄酱和番茄沙丝 它不是可以生吃的酱料 而是用成熟番茄 经浓缩 砂菌 装罐而制成的浓缩制品 加点开水稀释 酸辣番茄汤底就成功了 第三步 先给汤底调味 多加点糖 综合酸味 加生抽 胡椒粉 盐 倒数肥牛 煮至两分钟 出锅撒上葱花就可以了 你会做这个番茄汤底呢 你就可以做番茄意面了 那怕辣的朋友呢 也可以选择不要去放这个泡椒 如果你也喜欢来做美食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 十色生香GSBC 或者呢在抖音里面搜索 十色生香 关注我们和我们进行互动 好稍微休息 待会继续